照片中躺在病床上的小男孩,99岁的潘子平,今年2月3日上午,他被急救车紧急送往长袖,这才保住了性命,潘子平的腹部有一道长约5厘米的窗口,在医生看来,这应该是刀具造成的伤害,面对着这样明显的刀伤,潘子平却声称是自己摔伤导致的。 警报认为,这个小男孩傻,或许是受到了他人的恐吓,以至于不敢说出实情,而随后,一件血衣的出现,让这个隐藏在背后的真凶很快浮出了水面,这是潘子平所穿的外套。 在他左近的位置,有一道锐气刺穿的口子,警方判断,在背刺的时候,他所穿的就应该是这件衣服,那么,凶器到底是什么呢? 这把刀的主人就是潘子平的父亲潘贡年,通过痕迹比对,警方最终确定,这就是刺破被害人肚子的凶器,而真凶就是刀的主人潘贡年。 人们常说,虎毒善不食子,那么,作为父亲,潘贡年为何要对九岁的儿子下狠手呢? 根据犯罪嫌疑人潘贡年的供述,这起案件的起因非常简单,那就是儿子几天没有回家,案发当天是正月初六,当晚,在街上闲逛的潘子平,被一个好心的邻居送回了家,而惨剧也就在他到家不久就发生了,这一刀不仅刺破, 了潘子平所穿的几件衣服,孩子进了他的腹部,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 即便如此,潘子平并没有向父亲求救,当晚他忍受着剧痛爬上床睡觉,事实上,将被入境湿得并不是雨水,而是潘子平的血液。 很难想象,一个九岁的孩子,是如何带着伤痛,度过了那个寒冷的漫漫长夜。 直到第二天,当看到肠子都流出了体外,潘子平才不怯怯,地将生情告诉了父亲。 随着调查的深入,警方吃惊地发现,潘贡年对儿子的打骂,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管教程度。 在警方看来,正是源于对父亲家暴的恐惧,潘子平才被刺伤之后都不敢声张。 不过,令人意外的是,在熟悉潘贡年的人的印象中,他曾经是一个性格非常温和的人。 那么,究竟是什么将一个性格温和的人,变成了一个时暴折呢? 潘贡年到底经历了什么? 只要稍微观察,我们就不难发现,在这个贫穷的家中,最多的就是空酒瓶和在接受审讯时。 犯罪嫌疑人潘贡年并不回避自己酗酒的事实,他甚至将刀刺儿子的原因归结为醉酒。 根据法律,醉酒并不会减轻,潘贡年应该要负的法律责任。 不过,经过调查之后,民警发现,酗酒确实改变了潘贡年。 原本拥有的幸福生活,潘贡年与妻子虽是经没人出口才成的亲,但是两人婚后感情不错。 潘贡年在外务工,而妻子则在老家边带孩子边操持家务。 然而,这一切都毁在了他醉酒之后的种种恶行,或许是无法忍受潘贡年的折磨。 几年之后他的妻子最终通过诉讼离了婚,让人痛心的事,渐渐长大的儿子又成了潘贡年,发泄脾气的对象。 在案发之后,潘贡年因为涉嫌犯罪,被羁押在看守所里,受害人潘贡年虽然经常就脱离了危险,但是却面临着无人照料的困境。 为了让潘贡年不至于流落街头,警方向南地政府提出了求助。 最终,这个不幸的孩子在出院之后,被安置到了龙园霸阵留守儿童托管中心。 如今,潘贡年身上的伤口已经开通日和,可人们发现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,他显得特别的沉默,或许,他无法明白,本该最亲密的父亲,为何成了生活中最可怕的人。 尽管因为涉嫌故意伤害,犯罪嫌疑人潘贡年,难逃法律的制裁,但是我仍然愿意相信,此生儿子或许并不是他的本意,重新抵开其实仍然爱着自己的儿子。 对于潘贡年来说,政府的救济或许能够让他温饱无余,但是他真正所需要的,应该还是亲人间的亲情。 我们希望,电视机前每个做父母的,都能够充分地承担起爱孩子,关怀孩子的责任。 只有这样,类似的悲剧才不会重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